不斷烦恼而入内盘 有没有 还记得吗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摆思想跟心术起扬 这个都是我们反省所谓的烦恼 那我们了解说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 只要了解它是佛性功能作用 我们不要住在那个形象 就可以进入内盘 进入不生不寐 这样了解吗 是不是越来越好像 这个离自己想听的又越来越远了 这个离自己想听的越来越远 会有什么现象 就是在讲的人变成在催眠 那底下听的人很好睡 他就会点头 你讲得对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进入我们那个佛性 说简单很简单 说困难也很困难 简单就是有心 只要你有心就很简单 那困难的话 就是我们贪念凡尘 我们对凡尘很迷你来听这个心理心法 要进入佛性本体就很困难 假如说很注重凡尘的这些得失 那我们真的就是很难修到 那要看待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虚万不实在 为什么会用尘来形容 就是这个尘会污染我们的佛性本体 我们这个把门穿都关得很紧 各位前选 里面有没有灰尘 就可以知道 那尘很厉害 这样滚得滚滚 桌子上就是灰尘一大堆 我们都有那个印象 都知道这个事